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曲 мuls, 字幕提供 曲 мульти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有x2 直辰包 文章 -對,歐斯池會變速了,你看 -對啊,OK 好 -今天戶外狂熱帶我們去 -對,今天靠戶外狂熱 -對靠,然後小汪 哈哈 -我們先放了一位弟兄 -這算要下去,第一個下去 -這就確保嗎 -對,他放了確保 -大圈在裡面,小圈在外面 -右手拿繩,然後弄一個U型 -由下 -大圈套上去 -套進去,套到小圈來 -拉緊,或者把它自緩 -打開D扣 -把八字環拿出來 -翻過來,小圈套進去 -鎖起來 -慢慢來,慢慢來 -OK齁 -OK齁,我們走囉 -走 -唉唷 -來啦 -耶,好好玩喔 -還不錯喔 -好玩,真的很好玩 -漂亮喔,我在海裡 -這真的是咪鏡啦 -沒什麼人會來了啦 -好,大家都下來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踩著這個實力 -然後往 -橡皮隧道前進 -GO -橡皮隧道呢 -是日據時代喔 -在蘇花公路的這個 -大理石岩壁上 -開鑿的一條 -鄰海隧道 -1961年的時候呢 -新台幣的一元紙幣上呢 -印的圖案就是 -橡皮隧道的圖案 -一直到1971年 -和平隧道開通了 -然後橡皮隧道 -就被廢棄掉了 -所以這邊真的 -平常啊 -應該算是比較乏人問盡啦 -看一看這個 -古早隧道 -古早美 -涼了,差很多 -好涼喔 -我第一次來橡皮隧道的時候呢 -是夏天 -這裡真的是小暖 -這裡夏天的時候真的是小暖 -所以我是建議春秋啦 -我是覺得春秋冬天可以來 -秋冬的時候也要注意潮汐 -因為東北激風的時候浪大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在這個沙利沿岸 -往北走 -大概1K吧 -就會有一些巨石 -完全把沙灘擋住 -這邊就要停囉 -這邊就要停囉 -然後 -往岩壁看 -這邊有一顆潮大的有沒有 -這裡 -開始往上前 -翻爬的過程中 -看到箭頭 -就指引你對著方向 -仔細看一下 -不難找都可以看到 -然後找不到路的時候呢 -也可以注意一下這個碟石 -慢慢還有碟石 -這碟石到底是什麼 -這大理石 -切割以後 -雲母 結晶什麼 -不太清楚耶 -石英 -還是怎麼樣 -石英吧 -對啊好漂亮喔 -才是真的在念書耶 -這話學真的搞不懂 -那種石一打開 -有很多地址的石頭 -對對對 -一邊上切齁 -一邊往右上 -的方向前進 -因為橡皮隧道在那邊嘛 -哇 挺好的 -坦胸肉被熱爆了 -辛苦了 -壓對壓對 -往上拉完 -再往右切 -進那個草叢後面 -好 剛剛Tino穿進草叢的位置 -相對水平位置 -是已經走在舊石的公路上 -可以看到那個路面石 -好 我們看到了 -舊石的路跡 -呦 -哇 -哇 -這個角度 -可能 -等一下換個角度拍 -怎麼樣行嗎 -不錯 -就真的挺熱 -就很熱 -但其實還好 -主要是我們的水 -沒了 -對 -我們的水 -剛剛摔破了1200cc -我們現在剩 -五個人剩 -1000cc -好 真的要休息一下 -我上次來這邊也是躺20分鐘 -好好吃喔 -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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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中暑 -橡皮隧道及這一整段 -快被遺忘的舊石公路 -坐落在景致不雅於清水斷崖的 -咕咕子斷崖上 -整片的大理石岩壁地貌 -與湛藍的太平洋相互輝映 -為蘇花的天顯風光增色不少 -那說到蘇花公路 -他一直以來都照顧著東部的交通命脈 -隨著當年殖民終結之後 -我們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及金錢 -好不容易將它修建得更完善更安全 -在這個基礎上 -才有今天的蘇花改 -才有今天人家說的 -在台灣有一種療癒叫做驅花東 -讓我們獻上最敬禮 -謝謝以前那些不分你我愛國愛家的開路英雄們 -從橡皮隧道往東北方向看 -就在下面而已海灘旁邊有一棵礁石啊 -那叫和平礁喔 -聽說有時候會有人在上面釣魚 -釣客我也是真心佩服 -黃美造行程也一定是必備的 -好我們現在往北口去 -回降 -大概30多公尺 -就30多公尺我覺得可以啊 -挺好玩 -然後一點小刺激 -小刺激 -好 -往北口走 -會再進另外一個隧道 -哇靠已經涼了哇 -再來一個冰就好 -再來一個冰就好 -還有一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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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 -兩顆洞 -兩顆洞 -出第一個隧道以後 -那邊還有北口第二個隧道 -然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剛剛可能也有點忽略了 -這邊的石頭都比較脆化了 -所以經過下面的時候 -真的還是不要大聲喧嘩 -以免深波震動到 -北口第二號隧道 -往北之後第二個隧道 -是不是還有一個隧道啊 -對嘛好像有三個齁 -對嘛好像有三個齁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你快你快 -到了到了 -你現在的角度拍比較厲害 -哇那個沙灘 -就待會我們垂一下下去的地方 -好現在停好 -準備過去大神啦 -好 -黑口第三個隧道在那邊 -有魚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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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地方多秘境 而且我覺得這個可能 就是天災頻繁啊 這地方可能以後也就 不負債了 所以要來 就注意安全那趕快來 可是找業者吧我平安好嗎 不是我硬要推銷我真的覺得說 你自己來有點太危險 你是很黑暗榮耀嗎 西班牙 餐具好看 最後呢就會走到 這一口的Ending 好看一下它的完全垂直面大概20多公尺啦 那總高到沙灘可能30多公尺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可以的 對對對 好準備把 裝備處理一下 這邊有一個這個 攝影師的板 外擺 拍到他到這邊拍 太辛苦了吧 好可以囉 這樣可以囉 我怎麼日本在域歸國的Tino 來來來來 等一下不要閃尿 好來 坐著坐著坐著 所以坐在吊袋上面 坐在吊袋上面 來看鏡頭 哎唷 這個 哎唷 這個真的出去會有一個 來先出去慢慢出去 好 走 來喔 走 一樓 一樓 來 鋪拍機喔 鋪拍 好 OK 緊接著上場的是 在全民進運動會之中有著出色表現的種子選手方思瑜 他不開玩笑不慌張不囉嗦不含寇 真的是說走就走 正所謂誰說女子不如男 人家不愛紅妝愛武裝 穩健留給他尖叫聲留給我們 我現在拍給我 喔到了到了 哇拍拍手真的拍拍手 這次也多虧了Tino帶了360 還幫我們飛了幾顆空拍 讓整個素材不至於太匱乏 哇 到了鼓教練表演的時間了 他的技巧真的是令人蛇服 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得心應手 又刃有餘 記得我上次到這個懸崖邊的時候 真的是一籌莫展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很多事不是敢不敢做 而是妥不妥當 雖然常在戶外 神結跟西匠我都懂一點 但安全永遠都是Outdoor的第一考量 你在外面玩得很開心 但家裡的爸媽 或者男朋友女朋友 還在等你打個電話報信 很多地方不要逞強 找業者保平安好嗎 Woo Yeah 哇 開心開心開心 Tino Happy Happy Yeah 我第一次 第一次 沒有你第二次 好 小王好小王 歡迎 超好玩 超好玩 他一定要來玩 我覺得 我有挑戰一個新的技能 蠻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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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風景好美喔 對啊 Casipi Ocean 對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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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是你接受度度超高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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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拯救解鎖